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 新竹县竹北市光明五街福星宫周边住户陈晴 近年宫庙之前的燃烧量大幅增加 制造严重空气污染 去年经协调执行小果不张 再向县府递交陈晴书 副县长杨文科协同环保局今天与当地居民现场沟通 环保局表示 即日起 初将每天派员到福星宫加强减烧宣宝 也请福星宫每逢初一 十五集初二 十六 加强烟窗的洒水设施操作时间 竹北市顶级如林 孟母之爱社区住户抱怨 由于福星宫的燃烧烟埋 当地住户平日不敢开窗 遇到日子空气更是弥漫一股烧纸钱的味道 令人觉得呼吸困难 小孩普遍有过敏 呼吸道等问题 去年六月起 两社区住户连署陈晴 并向环保局申请指前集中筒放在金炉旁 每星期由住户收妥后交由环保局集中燃烧 但成效有限 今年三月原本贴在金炉的公文集之前集中燃烧宣导文宣被撕掉 住户在社区墙面悬挂性发挥您的同理心等红布条 再向县府地臣情书 住户们说 福星公卫在县府公园绿地 公庙方式经政府安置在县址 虽未登记 却有收信众香油钱的事实 应付管理之前的责任 不应让周遭住户承受空污的危害 同时也渐请县府一位立案宗教场所辅导要点 组成专案小组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